本期视频由房大师特约播出 加拿大最大华人找房买房平台 找房就上房大师 大家好 欢迎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本期视频由温哥华房产经济 Lion Zhang为我们解读 大温地区5月份的房市情况 5月份大温地区的房市数据表现如何 昨天大温地产局公布了 2021年5月份的房地产的贵乡数据 报告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我们现在每月的销量 已经在从历史的巅峰在回落 那么具体来说 大温上个月一共出售了4268套房屋 这个与去年同期的1485套相比 有大幅的增长 增长了187.4% 因为去年这个时间还是在红索期 所以当时的销量相对来说低很多 那不是一个正常的数字 和4月份的4908套相比 5月份也出现了下滑 降幅13% 而且比较值得关注的一点 这是大温的连续两个月销量下滑 那上个月的4月份的销量 比3月份的5708套相对来说 也有14%的下滑 等于是上个月下滑14% 这个月下滑13% 所以从这样来看 我们应该会迎来一个和疫情前一样 一个市场相对比较平稳的夏天 5月份的销量比近10年的平均值依旧还是高出27.7% 可以看到他们的销量总量上还是很高的 之后房源方面 5月份总共有7125套房屋挂牌上市 这个比2020年5月份上市的3684套相比增加了93% 比2021年4月份挂牌的7938套相比 相比来说减少了10% 那么下面最后这边我们来看个库存方面 那么库存方面 目前市场上总的代售房屋出现了持续的上涨 那么目前的数量是10970套 相对来说比2020年的5月份的9927套增加了10.5% 然后比2021年4月份的10245套增加了7% 总体上来看相当于我们又是连续两个月的库存上升 和上面我们看到了两个月的销售量下降 这个是一个总体的数据 同时我可以去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办公室是在列治文 然后总共有200个左右的经纪 昨天又问我们经理目前这个数据他怎么看 他有说说我们整个办公室的销售量 3月份是65套 然后4月份是45套 我们到5月份是32套 所以从这个总的销售量来看的话 其实每个月的减少比我们想象的可能要更多一些 那么大量的销售 还是集中在周边地区 或者说价格比较偏低的一些的地区 价格方面其实还在涨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总体价格在涨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在基数这些 我们看到的销量中的大部分 也还是这些相对来说价格较低的房源 那这些房源它的成交量和它的需求更多的时候呢 会把整个的基数抢起来 而它占的量又是大的 所以实际上整体来说 那么偏中下这方面的房价在涨 而同时上游的这些房价都在跌 能分享一下五月份您在市场一线的经历和感受吗 先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吧 因为五月份的话有带买家 也有帮卖家卖房子 五月份先说买家这边 那么我们带的很多买家 现在很多卖家还是利用原来的方法 就是我们挂低价之后呢 一周或者多的可能到两周同一收offer 那像在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 这种情况下一般都会收到四五个offer 甚至三月份多的时候 八九个offer都也是有的 不管在什么地方 那现在在五月份来说 我们看到的就是统一收offer 之后问经济说总共收到几个 可能说有一个有两个 最多可能有三个 这是我亲自碰到的情况 然后也有碰到过一个offer都没有的 那之后的话卖家只能被迫的选择 把价格再往上调 因为它本身较低价的目的是 卖到一个比它之前的较价更高的价格 以前我们碰到的有一套房子 它原来较价是299万8 那之后现在重新挂价是挂199万8 那它的新领域期 应该是在接近300万这个位置 而且可以看到它的买价 是在16年的时候260多万买 所以可以想象 它如果真的是想200万卖的话 那必然是要亏很多的钱 这是从我作为买方来看 可能越来越多的这种挂低价的策略不太实用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就是他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挂低价 抢一轮抢上去之后 然后去再把价格往上调 我这边作为卖家这方面的时候 也是可以看到自己的listing 5月份接到的其中一个listing接到两个offer 那么这两个offer虽然最后多么坦诚 但是可以看到这个价格是第一个和第二个来比的话 第二个会比第一个低 而且他们能谈到之后最高的价格 也都是就后面一个比前面一个低 那这就是从卖方来看 那实际上整个的市场上 慢慢地在供需区平衡的这个状态中 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那可能是从偏中心一点的地区 比如downtown 比如温哥华西区 这些价格比较高的地方先冷下来 他们这些位置的房源的弹价空间会更大 那么这些地区的卖家那当他们去定价的时候 也一定要去根据市场的情况不要有太高的信用期 您觉得接下来房市的走向会有怎样的呈现呢 我觉得接下来的话 因为现在BC省已经有了新的restart plan 它其实是从最后一步是9月份 也就是大家都可以在公共场合自主选择是否戴口罩 也就是说之后不会再强制戴口罩 这个的前提是居民疫苗的注射率达到70%以上 从目前的注射速度来看的话 应该是很容易达到 也就是说到9月份实际上我们算是一个半开放的状态 但是根据中国大陆那边经济复苏的情况来看 那么可能还有半年甚至到一年的时间 才会有一个比如说国境打开 然后航班复飞 经济真正有一个算是恢复到常态吧 那么关于房地产市场这方面呢 那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 其实我认为算是一个空窗期 因为当经济复苏的时候 大家的很多资金就没有必要 一定要投到房地产里面去了 同时现在加上市场上的供应量又变多 现在来说对于这些投资者 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好的入场时机 不像之前大家抢抢抢 一定要抢到一个非常高的价格 那么现在来说的话 大家可以去 一是有选择 二是可以谈价格 那之后在比如说 9月份开放之后的半年到一年之后 假如说国境开放了 留学生也开放了 旅游也开放了 那这个时候又会有大量的新移民涌进来 因为之前的疫情原因大家没有来 那这个时候可能又会引起另外一波的房地产市场的供需不平衡 到时候要看市场上的供需 这边供应量是不是足以供这些新来的新移民去购买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空窗期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很好去把握一下 您认为压力测试会对房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压力测试其实像之前的士比有说过 它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中下户 也就是说那些刚需的买房者 对于他们来说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大的 我看到一个新闻说 新的这个压力测试会让他们的购买力减少6%到7% 也就是说之前可以买106万的房子 现在只可以买到100万以下 那对于他们来说 可能真正的当他们首付很紧缩的时候 那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去买房子 但是呢 它现在的新的压力测试 实际上是对于本土经济的一个保护 因为当大多数的钱都进入到房地产市场的时候 那房地产市场实际上 之前我们包括私贷危机这些都是 那它的不动产相对来说流动性是更差一些的 那对于经济的复苏啊 包括之后的资金流动啊 也都是不利的 政府做这个也是可以看到 政府确实是有重启经济的这个决心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